动员搜救真的脚步要快 因为我们说黄金72个小时 现在我们看到屏东临边 淹水已经淹了52个小时了 而且还有半层楼这么高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还需要物资的救援 因为他们在里面也没有东西吃了 为什么在这一次 屏东会淹这么大的水 除了雨大跟大潮之外 临边海边的堤防溃堤 是造成水没有办法排出 而海水倒灌的主因 但是这个堤防已经建造了40年了 却没有被全部整修 根本就没有办法应付 这么大一个强力的海潮的风流 屏东县政府在去年编了 1亿7千万元治水 治到哪里去了 屏东县淹大水到底是天灾 还是人祸造成这个悲剧 逢台风避淹的临边乡 每次台风来袭时 居民就心疼疼的忙着堆沙包 他们担心的就是海水倒灌 或是提防溃堤 没想到这次莫拉克带来的 这场灾难来的又急又快 让居民措手不及 临边溪的堤防被暴涨的溪水冲垮溃堤 破了200公尺的大洞 据了解这个临边溪的堤防 是在民国五六十年就建造完工 老旧的设计无法承载 逐年增加的洪风量 终于在40年后一溃成灾 屏东县从莫拉克台风来袭之后 降下了1400毫米的暴雨 再加上海水暴涨才会造成 临边溪堤防溃堤这样的悲剧 但是八年八百亿的地方治水预算 屏东县府只在去年拨了一亿七千万预算 规划大牌抽水战 却没有对堤防本身的强化工程 重新检视与补强 以至于这次突然面对大浪冲击时 一溃成灾 莫拉克重创南台湾 临边乡的居民苦不堪言 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酿成这样的悲剧 民众虽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只希望水退整修家园 但是河川防洪整治经费的规划与应用 可能也是屏东县府要重新检讨的 这是李玉姿台北采光报道